雪佛兰品牌在中国的紧凑型轿车市场上有两个选手 克鲁兹跟科沃兹 但是他们觉得还不够 所以今年他们又带来了第三个选手 克鲁兹 我们今天就提前来试一下这台车 克鲁兹的话它的定位是偏运动的 而科沃兹的话是偏家用 通用说这台克鲁兹 它的定位是在这两款车型中间 要照顾一定家用性的同时 还要照顾一定的运动性 真的像通用说的这样吗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试看 克鲁兹的外观设计一共有两种风格 一台是我们今天这个RS的设计 还有一种是Redline版本的车型 两款车型车头中网中间的试条颜色不一样 这台RS使用了这种亮光的亚同色设计 放在中间让车头看着更加有层次感 而Redline版本车型是全黑的 整体车头看着会更酷一点 头灯方面 我们今天这台车装了一套LED的头灯组 视觉效果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这台RS版本车型 它的轮圈设计实在是太保守了 只使用了16英寸的轮圈 配合一套2055R16的固特E轮胎 我觉得这个轮圈如果尺寸再增大一些 视觉效果会更棒 轴距这台车是2米64 车长4米6出头 这个尺寸在紧凑型 轿车市场上属于中规中矩的水平 车尾方面 我觉得这台车看起来倒是比较年轻 比较动感 行李箱盖上有一个黑色的小尾 下半部分还有一圈黑色包围 配合LED尾灯以及黑色标识 让这个车尾看着真的是挺动感的 但是它的排气管使用了单边单出隐藏式的设计 我们再来看一下内饰 这台车的整体内饰设计风格是典型雪佛兰的设计语言 看看这个造型 而用料方面 我觉得这台车做的它并不是特别出彩 像仪表台上半部分 还有下半部分 车门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 全部使用了硬锁料 而中间这里的话 虽然说相对会软一点 但是摸起来质感也比较一般 还有就是挡把它握起来 手感也是有点粗糙的 不过还好 仪表台中间这里使用了这种打孔的皮革索包裹 还有双缝线 整体内饰的档次感可以稍微提升一点 不过考虑一下这台车的定位以及价格 我觉得这样的用料还算说得过去 其他配置方面比较实用的有前排两个电加热的功能 还有这里有两个USD接口 自动头灯也有 多媒体导航系统 它使用的是通用全新的那套MyLink系统 这套导航系统使用起来还是比较好用的 因为它有在线的音乐或者是在线收音机 以及高德地图在线可以使用 所以说这套系统使用下来 我感觉实用性是比较高的 并且车主可以每年得到24G的免费流量 如果你开车的时候 只听听免费的网络音乐 网络电台 或者是使用一下导航 这个流量是完全够用的 但是这台车它没有无钥匙进入 没有一键启动 没有自动空调 真皮方向盘它手感使用起来还算不错 并且还有很多功能按键 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但是这个方向盘它只能上下调节 不能前后调节 这一点我是比较在意的 我觉得方向盘不能前后调节 对于开车时的舒适性会有一定影响 而座椅它是电动调节前后 而座椅靠背是手动调节的 座椅乘坐起来柔软度还不错 舒适性也还可以 调到最低之后 我头部空间一拳左右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排 这台第二排坐进来之后 你会感觉整体空间表现还不错 前排坐以我合适的位置 腿部空间一拳三指 头部空间两指也没有问题 地板平整度很好 如果中间坐第三个乘客 腿部不会感到难受 这里还有一个空调出风口 但是这个第二排的缺点是 一 用料方面 车门门板大面积的应速量 二 没有中央副手 三 那就是它的头枕设计 左右两侧这个头枕 都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体式头枕 舒适度可能还行 但是我觉得这种过矮的头枕 如果这台车发生被追尾的事故事 很难会保证乘客的安全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不是太好 中间这里几乎是没有的 而行李箱空间方面 这台车表现还算不错 也比较规正 但是这台车的第二排座椅 它并不能放到 我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为什么 这台车表演的 开起来我们先来说一下动力系统 1.3T的三缸发动机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猜到了 这个发动机已经在很多通用旗下的车型上开始使用了 如果到现在你还不能接受三缸发动机来临这个事实的话 那我觉得你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了 因为随着国六排放的到来 应该三缸发动机的车型会越来越多 尤其是紧凑型轿车这个级别中 动力参数方面这个发动机是163马力230牛米 动力参数看着还算比较漂亮 而整体动力对于这台紧凑型轿车来说 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 开起来的话动力也是比较充沛的 高速时超过车也不是太困难 而这个发动机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比较担心 它的抖动抑制情况 我在之前试驾三缸的雪佛兰车型时就已经说过了 通用对于三缸发动机的抖动 或者说是震动的一直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平时开车如果是在行驶状态下 你几乎感觉不出来这个发动机多余的抖动和震动 而如果你是在等红灯时挂着地挡踩着刹车 你在这时才能稍微感觉到 这个发动机稍微有一点抖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三缸发动机的动力表现 以及抖动抑制情况 大家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 只是这个发动机的缺点 我在之前也说过 那就是如果你深踩油门时 动力虽然说没有问题 但声音不算太好听 与这个发动机配合的是一台6AT变速箱 这台6AT变速箱整体表现是比较让人满意的 因为它平时换挡是比较平顺的 只是偶尔如果你深踩油门时 它降挡会出现一些不太干脆的情况 不过还好它有手动模式 拉到手动模式下 无论是减挡还是夹挡 它的反应速度都还算比较迅速 转向系统方面 我感觉这台车整体转向力度是比较适中的 而且整台车对于转向系统的响应也还算比较快 开起来的话有一点运动性轿车的感觉 而底盘感受方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一直连续下这个大雨 所以我没有办法深度好好体验一下 这台车整体底盘的调校 我就简单说一下 我在这个下雨天 在这个测试场里拍下来的感觉 在过一些连续减速带 或者说是一些连续颠簸路段时 我感觉这台车整体悬架 对于路面颠簸处理的还算比较到位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的舒适性还算不错 而过一些连续的长波路段时 这台车整体抛离感并不是特别严重 整体底盘感觉是比较扎实的 但是还是因为是下雨天 所以没有办法深度再好好体验一下 等以后有了机会 我们拿了试驾车 好好体验一下这台车 它的底盘调校究竟怎么样 今天这个雨一直下个不停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这台车进行加速 以及刹车的测试 如果你对这个测试成绩比较感兴趣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之后的测试文章 在今天这个有限的条件 有限的场地里面 我对于这台车的感觉是 它的动力表现是比较让我满意的 还有它的三缸抖动 一直也是做的比较出色的 开起来之后整体底盘比较扎实 而且操控性在这个级别中也还算不错 但是缺点方面是 它的内饰用料不够高级 第二排没有中央扶手 而且第二排的头枕全都是一体式的设计 对于安全性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还有它的第二排座椅靠背不能放到 所以影响了一定的实用性 我们在试驾这款车型的时候 它还没有正式上市 所以说不知道售价 但是从定位来看 这台车的售价区间 应该是在克鲁兹跟科沃兹之间 雪佛兰的车型 一向都是拥有比较高的性价比 所以说如果你关注这款车型的售价的话 也可以留意一下它上市以后公布的价格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么多 关于它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到我的微博来找我 拜拜